下面我们介绍Python程序开发工具的选择 其实这里我们主要回答一个问题 我们用什么样的IDE来开发Python程序呢? 这里所说的IDE是指集成开发环境 也就是我们编写、调试和发布Python程序的工具 常用的Python IDE包含文本工具类和集成工具类两个大类 这里我们列出了12种常用的Python IDE工具 大家可以逐一看一下 在Python系列专题课中 我们将使用其中的4种工具 其中包括文本工具类中的IDL和Sublim Test 包含集成工具类中的PyTrum跟InnoCoda 下面我们逐一介绍一下这些工具的特点 Python的IDL是Python自带的、默认的、常用的、入门级编写工具 它包含交互式跟文件式两种方式 在交互式中我们可以提交一行或多行语句 并且立刻看到结果 那么在文件时我们可以像其他编辑器一样去编写相关的程序 应该说对于Python入门的同学 对于想编写简单功能 代码不超过300行功能应用的同学来说 IDL是非常好的编辑工具 如果同学们想获得更专业的编程体验 可以使用Sublim Test编辑器 Sublim Test是专门为程序员开发的第三方的专用的编程工具 那么对于很多的程序员来说 那么Sublim Test是一个能够增强用户编程体验的这么一个有趣的工具 这里面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几乎所有的专业的程序员 甚至说最专业的程序员 都使用类似Sublim Test这类的编辑工具 而不是使用集成的开发工具 这是因为专业程序员 它的编写代码质量相对较高 它对调试的需求相对较低 反过来呢 它对编写代码过程的体验需求很高 像Sublim Test 它可以有很多种编程风格 它可以有代码高量 它可以有自动补齐 它可以有很多的高量的颜色搭配 这些都是专业程序员非常喜欢的 Sublim Test包含收费版本跟免费版本 那么我们不注册的时候就使用免费版本 而免费版本跟专业版本的功能相同 所以同学们可以放心使用 那么在集成工具类里 Wing是Python非常专业的一个IDE工具 它用WingWire公司提供 但是这个工具是收费的 那么收费的工具它有一个好处 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调试功能 包括版本控制 包括版本同步 因此它适合多人共同开发 那这样的工具呢 在编写几千行 甚至三万行的大型应用中 应用的十分普遍 对于熟悉Virus Studio的同学 可以通过PTVS来配置 基于Virus Studio的Python编辑环境 大家知道Virus Studio是微软提供的 在Windows上的编程环境 它非常的专业 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调试功能 那么以它为基础配置的Python环境 也有丰富的调试的这个功能所在 Eclipse 大家知道是一个常用的编辑环境 它与Virus Studio不同 它是一个开源开放的工具 我们可以通过PyDev 在Eclipse里配置Python的开发环境 这里边有一点需要说明 Eclipse是早年为Java程序员 开发的一个开发IDE 那么它里面提供了很多 可以自定义的功能 所以如果想用Eclipse 配置一个Python开发环境 其中很多地方需要 用户自己来去定义 相对比较复杂 需要具备较好的专业经验 才能配置一个非常完整的 一个PythonID的环境 如果你不想那么复杂 那么费劲 那可以使用PyCharm PyCharm是JetBrinse公司 提供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 也分社区版 它是免费的 和专业版是收费的 那么我们编写的绝大多数程序 社区的免费版本就可以完成 PyCharm是所有这类集成工具中 相对简单和集成度很高的 它非常适合编写较大和较复杂 规模的这个程序 在我们的Python系列专题课中 我们将在游戏专题中 使用PyCharm作为我们的开发环境 以上讲解的这四个集成开发环境 都是通用类型的集成开发环境 那么还有两个专门针对科学计算 和数据分析领域的Python IDE 分别是Canopy跟Enacoda Canopy是由Inthought公司提供和维护的一个第三方工具 这个工具是收费的 价格还很高 到今天为止 它支持接近500个第三方库 是开发科学计算和数据分析领域里边 集成度很高 并且使用相对方便的一个第三方IDE 那么Enacoda与Canopy不同 它是开源免费的一个集成开发框架 它至今支持800个左右的第三方库 很有趣的是 Enacoda跟Canopy都是由同一个人 开发和领导设计的 这个人叫Travis Olyphant Travis Olyphant是NumPy跟ICIPy 两个重要的科学计算库的贡献者 在08年 Travis Olyphant加入了Inthought公司 领导开发了Canopy工具 但是Travis的开源开放理念 与Inthought公司坚持Canopy工具收费的理念 不同 因此在2012年 Travis离开了Inthought公司 带领新的团队 开发了一个免费开源的Enacoda平台 因为Enacoda平台是开源免费的 所以集成了全球最优秀的一批工程师 他们将这个平台打造的非常好用 因此我们在Python系列专题课中的 科学计算和数据分析的专题 我们将使用Enacoda平台作为我们的开发工具 那么什么样的IDE才是最好的IDE呢 只能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在Python系列专题课中 我们将使用IDL SubbinTest P5Charm和Enacoda四个IDE平台 让我们一起来实践一下 看看哪一个平台才是最适合你的 感谢观看